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要挑戰2024 總統大位布局動作頻頻 但副手究竟要找誰 柯文哲開出條件是這些 當然最好是要副主性 女性中南部企業界 或者是財經界 符合越多越好 可是黃山山同志性太單了 柯文哲直接打槍柯黃沛 讓坐在一旁的黃珊珊好尷尬 但要選總統可沒這麼容易 柯文哲就自嘲 這次2024根本就是台大同學會 同屆賴清德和朱立倫 都可能是對手 但談到高民調的潛在勁敵侯友宜 卻說他選的話要付出龐大代價 到底選不選始終不鬆口 反而是柯文哲坦言 所自己打選戰很吃運氣 通常有時候不是擬力 是扁倒掉 像2018你知道嗎 你如果那時候講完出來選 搞不好就掛掉了 可是他就會猶豫 沒有出來 那就讓我矫腱過關 即使2024變化多端又兇險 但面對藍綠對手夾殺 柯文哲顯然打算放手一搏 記者謝洪如時光好 SNG小組台北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PCT PCT PCT